現在進行第32條,請宣讀審查會經過二讀提案及修正動議條文 審查會通過第32條 洩漏或交付近一本法核定至國家機密者 除一年以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前向至國家機密於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者 除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因或是犯情二項之罪者 除二年下有期徒刑 均一或可或並可新台幣20萬元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预配或因謀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 除二年下有期徒刑 犯前五項之罪所洩漏或交付屬絕對機密者 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 時代列案黨團提案第32條 洩漏或交付近一本法核定至國家機密者 除一年以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前項之國家機密於外國或其派遣之人者 除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第一項之國家機密於境外敵對勢力 國際恐怖組織或其派遣之人者 除五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三項之罪者 除二年下有期徒刑 均一或可或並可新台幣20萬元下罰金 第一項之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第三項之罪者 除二年下有期徒刑 犯前六項之罪 所洩漏或交付屬絕對機密者 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 時代列案黨團修正動議第32條 洩漏或交付近一本法核定至國家機密者 除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前項所指之國家機密 於外國或其派遣之人者 除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第一項所指之國家機密 於境外敵對勢力國際恐怖組織或其派遣之人者 除五年上十二年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三項之罪者 除二年下有期徒刑 均一或可或並可新台幣20萬元下罰金 第一項之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應謀分定向之第三項之罪者 除二年下有期徒刑 犯前六項之罪 所洩漏或交付屬絕對機密轉嫁狀行至二分之一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32條 洩漏或交付近一本法核定至國家機密者 除三年上十年一項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上十罪者 除二年下有期徒刑 均一或可或並可新台幣20萬元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應謀分定向之罪者 除恩典下有期徒刑 犯前四項之罪 所洩漏或交付屬絕對機密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宣讀完畢 現在依登記順序發言 第一位請段一康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現行的國家機密保護法對32條 33條 34條 並沒有做這個洩漏對象的區分 那麼在審查會通過的版本把洩漏的對象或者是什麼對象派遣來的 這樣的人啊做不同的一個就是境內境外做區分 境外的敵對勢力或者其他外國或者包括這個大陸地區跟港澳啊 也就是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所派遣之人我們做加重的處理 那為什麼不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派遣來的 這些包括情報員或者是你洩漏對象洩漏給他們的 做跟其他國家做不同的處理呢 因為只要是來自其他國家的威脅 其實對我們來說那個標準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已經加重但是國民黨黨團的提案 是把原來不分對象不做區分的一併把它加重 這樣子會產生一種結果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前一段時間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對於列入永久列為國家機密的包括陳文誠案 我們都提出質疑那陳文誠案有可能完全不設情報來源 他本來就不應該被核定為國家機密 他應該要解密的他因為還沒有解密 所以假設有一個公務員把陳文誠案的秘密 這個檔案洩漏給了一個新聞記者 在國民黨黨團的修正動議裡面 他要所受到的行動的威脅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派來台灣 然後跟一個公務員收買情報收買跟我們的軍事機密相關的情報 他是一樣的 所以他其實對於是否真正為國家機密 是否這個對象所洩漏的對象是否真正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 他是不加區別的 那那是法委員說這個會引起朝野的對立 如果我們特別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威脅特別標舉出來 他是會引起朝野對立 這個不是朝野對立啊 這是兩岸之間的對抗啊 兩岸之間的對抗 我們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 為什麼會引申為朝野對立呢 難道這個國民黨黨團把自己視為北京的代言人嗎 難道是這樣嗎 這樣的一個心態 為什麼我們不能把大陸地區或者港澳標舉出來呢 我們把他們跟其他的國家視為同樣對 所以如果刺探台灣的國家機密的話 就是對台灣的威脅 這樣有什麼不可以 謝謝 截止發言登機 接著請徐永明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針對三二 三三 三四 時代力量黨團立場非常清楚 就是洩密給中國的加重處罰 加重其刑 機密分等級 因為他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程度不等 我想洩密交付機密的對象也應該分等級 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敵意其實是有所區分的 所以時代力量認為應該區分境外敵對勢力 所謂境外敵對勢力 時代力量另外在三四條之一增加 本法所稱境外敵對勢力 西指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 政府或團體 主張對我國擁有主權 並聲稱必要時將採取非和平手段 危害我國主權之國家 政府或團體 各位 各國都在蒐集其他國家重要的機密 但是 對象應該要區分 對我們有敵意 對我們有主權的企圖 甚至宣稱要用武力的方式去達成的 應該要跟其他國家一起做區分 所以時代力量主張希望各黨團能支持 有沒有針對性 當然有針對性 當然有針對性 哪個國家 哪個團體對台灣有這麼大的主權企圖 有這麼大的國家安全威脅 我們都非常清楚 為什麼不能區別對待 所以時代力量認為應該跟其他國家 其他團體 區分看待 要加重處罰 加重其刑 這是立法院對於國家安全的一個宣誓 我們希望各黨團能支持 這不是朝野對抗 這是跟國際社會宣誓 我們對國家安全 對國家機密的重視 這是一致的 這是一致對外的 我相信這不需要辯論誰會對台灣有安全主權的企圖 這是非常清楚 誰 非常清楚 就是中國 所以時代力量的主張 洩密給中國者加重處罰 洩密給中國者加重處罰 謝謝 陳超明委員聲明對剛才之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接著請賴世保委員 謝謝主席 也謝謝段力康委員 剛才不斷三番兩次提到我的名字 剛通過的國家機密保護法26條修正案 請段委員仔細讀清楚 請段委員仔細讀清楚 這裡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情形者外 第十二項是什麼 第十二條是什麼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二條是什麼 我另給各位聽 涉及國家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 永久保密等等等等 什麼意思 列為國家永遠機密的它不是三連喔 請段委員看清楚 剛通過的二十六條不在此線喔 除十二條除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就是馬英九條款 你這一條大大地基是馬英九條款呢 怎麼不是 大大地基要救你民調啊 怎麼不是 你把那個拿掉了 其他的情況於是三連 但是十二條除外 十二條就可以一直延長一直延長 一直延長 那不是for heaven嗎 那當然可以沒有限制啊 當然可以沒有限制啊 可以沒有限制啊 你條文就這樣列 已經通過了 你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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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白紙黑字這麼清楚 各位 白紙黑字這麼清楚 你們通過的條款 剛通過的條款 剛通過的條款 請你看清楚 除有第十二條第一項情形者 哇 這裡寫這麼清楚 第十二條就是 列為永久機密的人 知道永久機密的人不是三年 他可以一直延長 不要忘了 第二個 針對徐永明 我剛剛提到的地外勢力 請問日本的釣魚台 釣魚台是我們的耶 日本一天到晚要釣魚台 他是敵外勢力哦 他是敵外勢力哦 南海諸國 太平島是我們的 太平島是我們的 他是敵外勢力哦 你們把這一國就通通列進來 而且你把 中國大陸列進來的話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啊 各位 他要洩密他可以轉好幾個彎啦 既然你這個列了 他洩密給美國人啊 美國人就洩密給中國人就好了啊 道理很簡單啊 各位 這個法這樣修 自私義分啊 真的是這樣子啊 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國會議員的水準在哪裡啊 各位 謝謝 接著請許玉仁委員 好謝謝主席 第三十二條是針對洩漏或交付金 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 處一年以下七年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之有席徒刑 事實上對於洩密者 我們是絕對不寬容啦 所以對國民黨黨團 對於任何一個 無論是洩密 或是交付秘密的人 我們都認為要研罰 所以本黨團提出來的修正動議是 針對洩漏或交付 依本法制和定制國家機密者 加重以比審查會條文還要重的一個 刑罰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那事實上 本委員會所通過的條文是 針對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 或其派遣之忍者 事實上 洩密啊 是沒有分任何一個國家的 如果今天 任何一個國家的間諜 透過買通的方式 透過第三國買通的方式 來去洩密 來去交付的話 我們也是要處理 所以對於 保護國家的機密安全 國民黨黨團特別提出來 加重原本審查會所提出的刑罰 它本身的行為 我們客語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這個有期徒刑 對於洩密 我們還是要再次強調 國民黨黨團絕對不寬容 謝謝 接著請黃國昌委員 主席 本院委員 國家機密保護法制定的目的 是奠基於對我國國家安全 以及民主憲政秩序之維持 我相信在世界上 各個國家類似的立法力 都是基於相同的立法目的 現行國家機密保護法 針對機密的種類區分為國家機密 提機密以及機密 因為機密等級之不同 而給予不同程度的保護 今天三個黨團 所各自提出來的修正動議 其真實的焦點在於 我們需不需要 針對洩密對象有所不同 而與與差別對待 時代力量黨團的立場 從去年在委員會審查 到委員會的協商 我們的立場非常的一貫 當然必須要依照 洩密對象的不同 而給予不同程度的處罰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目前每年 在針對我們國家安全 所支出的預算 所支出納稅人的錢 最重要要防堵的 是哪一個對台灣有侵略野心的國家 不管你稱為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中國共產黨政府 甚至我們言用蔣中正先生的話 他根本就是一個叛亂團體 不管你認為他是國家政府還是團體 有一件事情 時代力量黨團相信 是我們的共識 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的政府 是對於目前台灣國家安全 造成最大的威脅 而且至於分裂國家法 不斷地用數千枚飛彈對準台灣 我們在制定國家機密保護法的時候 難道不應該針對 不斷地以武力威脅我國 對我國有非常明確侵略野心的國家 或者是他派遣的人 如果既然洩漏國家機密給他的話 必須要予以加重處罰嗎 今天在審議 除了國家機密保護法還有刑法 但是我要跟各位委員報告的事情是 國家機密保護法在性質上面 屬於特別法 也就是在我國司法實務的判決當中 優先適用的是國家機密保護法 因此國家機密保護法裡面 條文的設計 是不是能夠強化 防止洩漏國家機密 給我們的境外敵對勢力 跟敵國是重中之重 我們希望 在這一個攸關國家安全保護的法案上面 大家能夠共同支持我們的立場 現在進行處理本條一修正動議審查會 進附二讀提案條文之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一路選擇 會面臨 任何要求 表決結果 出席91人 贊成5人 反對86人 棄權0人 贊成則少數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敬請 感谢观看 出席86人 赞成22人 反对64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有依 没有依 第3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征定第32条之一 请宣读审查会意见 不予采纳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 有依 没有依 第32条之一 照审查会意见通过 不予增定 感谢观看 明封 明封 明尾 谢谢大家